宝贝们你们好,欢迎来到故事奇遇季,我是小安妈妈,这个月小安妈妈打算要额外赠送你们的这个故事,也和我们的主题睡觉有关系,这本书的名字叫做How to put your parents to bed,怎样哄爸爸妈妈睡觉,由于这本书目前还没有被翻译成华文,所以所有的翻译工作都是由小安妈妈自己独立完成的,那就让我们开始吧。 我知道,你还不累,你还有精力攀登一座高峰,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航行,甚至还能画出一副船式杰作。 睡觉的时间到了,但是床却恰恰是你最不想去的地方,外面还有那么多的冒险等着你。 不过,你真应该看看你的爸爸妈妈,他们太可怜了,这句话我只对你讲,他们看上去状态不怎么好,他们需要上床去睡觉。 睡觉这件事情,还真不是爸爸妈妈擅长的事情,他们会说,我必须得把这些衣服洗了,或者,我需要先把碗清理了,只要再发一封邮件就好。 他们总是一个借口,你需要采取主动,把盘子从他们的手边拿开,轻轻地合上电脑,然后告诉他们,睡觉时间到了。 首先,从刷牙开始,不过,他们会和你争论的,他们会要求晚点再刷。 你得把牙膏挤出来,递到他们手上。 如果可以的话,尽可能帮他们刷牙。 那些躲在后头的大牙,可是非常难刷到的。 接下来,让他们换上睡衣。 这个过程需要花费的时间,会让你大吃一惊。 爸爸妈妈们,总是会为那些琐碎的事情封心。 电话啦,杂志啦,电视啦,还有猫。 耐心一点,让他们继续往卧室方向移动。 千万别让他们原地坐下,他们哪里都能睡得着。 等他们睡着了,再搬动他们,可是个苦差事。 他们有的,还会打呼呢。 等到上床睡觉,真的就在眼前的时候, 有些父母会变得非常任性。 一点点小小的事情,就会让他们不开心。 他们甚至会突然就开始发作了。 保持冷静,别和他们讨价还价。 该睡觉,就得睡觉。 不过,接下来的部分有点难搞了。 故事时间到了。 爸爸妈妈们,睡觉前都喜欢听故事。 不过,他们对于听怎样的故事,非常执着。 他们可能坚持要听他们最喜欢的那几个故事。 如果他们习惯了,必须得听三个故事。 那就得是三个,不可以是两个,也不可以是一个。 不能有惊喜。 在这一刻,你可能会觉得,马上就要打工告成了。 他们人已经在床上了,牙也刷了,睡衣穿好了,故事也读过了。 但是,就是这个时候,往往会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。 比如,他们最喜欢的枕头不见了。 他们想再去看一眼狗狗的情况。 他们的袜子很痒。 切记,要告诉自己,一切就快结束了。 平静地处理好每一种情况。 帮他们把被子盖好。 亲吻他们的额头,和他们道晚安。 提醒他们,不可以在你离开之后打电话。 其实,最好是把他们的手机拿走。 关上房门。 走之前,再好好听听,确认他们保持安静。 然后,鞠个躬。 你把你的爸爸妈妈哄睡着了。 现在,你终于可以享受一会儿属于你自己一个人的时间了。 也许,你也需要上床去睡觉了。 好了,宝贝们。 这本,How to put your parents to bed? 怎样哄爸爸妈妈睡觉? 讲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你们喜欢吗?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